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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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短片 大家看了應該就會很清楚 知道了 這個組織目前是對於孟加拉跟米波爾 長期進行指導和協助 在影片中 其實他提到一點 我覺得在做公平貿易這件事很有趣的部分 我們了解了各國文化 各個生產者 各個不同的國家 他們所傳遞出來的他們背後的文化 以及他們的一些傳統很有特色的東西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讓他們的國家去 可是我們可能藉著他們的東西 可以了解他們的文化 這也是最後一次他們就有說 希望消費者可以藉著這些東西 了解了這些國家人的生活方式 然後甚至可以來考慮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接下來呢 就是所謂夥伴關係 大家看到剛剛的影片之後 我再簡單講一下 這邊是生產者端 那怎麼樣把東西送給我們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 那個小火鍋的Crabbit 是在這個地方的角色 然後比如說我們看到生產者 他是不會講英文的 他怎麼樣跟直接跟我們溝通呢 所以他一定要有當地的組織 那當地的組織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比如說當地的組織都是一些像 別的國家去的被政府組織 也有當地自己成立的組織都有 那這些組織他加入之後可以教育他們 比如說技術資源啊 教育資源甚至還有醫療的照顧 各種不同的組織都有 那公平貿易商品的比較大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他除了讓他們有固定的工作機會之外 組織都會另外撥出一些經費 來作為急難時的一些幫助 比如說像剛剛如果有生產者想要貸款 他們可以不需要信用就可以去貸款 這是一般臥市族群沒有辦法的 那貸款之後像他可以買裁縫機啦 他先生買那個修理計程車啊 那或者說家裡因為天災 屋頂要修理臨時需要錢等等 那這些組織都可以幫助他們 做這些緊急的工作 或者是社區 比如說沒有要到井去打水對不對 那那個可能需要修復那個井 那就可以用組織在社區工作上的這些經費 就這樣下去做 那這個角色呢 他跟這個組織就會有很密切的聯繫 比如說他可以告訴他 現在市場的導向有什麼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商品 可能說我們現在需要 iPhone現在很流行 可能要做他的什麼袋子 他就跟這個組織說 然後組織再跟生產者講 那這邊的組織可以告訴他們說 那做這個東西他背後 這個布料的來裁集 那做這個東西他背後 有什麼文化的意義 有什麼故事 然後透過這個組織再告訴我們消費者 所以整個大概是公平貿易的情況 他不會有很多層的播出 那我們的角色 地球術的角色可以是這個角色 或者是可以是這個的再一個批方商 因為這整個是一個大批方商 然後再給我們 那我們自己也是可以成為這個角色 那其實如果你只有一個人 你也可以成為這個角色 你只要到組織去跟他們聯絡 然後你跟他說你想辦賣他們的東西 都是可以的 因為現在你們已經有很多 在當地的公平貿易組織生產的東西 很多人對公平貿易的東西的價格分別 那以這家的組織他們的情況來講 一個包包如果是兩千塊批幣 現在八百台幣 大概生產者可以拿到百分之十二 其實這是非常多的 那再墨加到這些錢就可以買五公斤的米 那其他的就是一些支出 我們可以發現最重要的 還是八個花賴管理費上面 那公平貿易因為它畢竟是進口商品 不管透過哪一個國家 或者直接跟當地的團體買 它必定是貿易的商品 因為我剛說過 因為我們是要支援第三世界國家做的東西 所以你透過貿易 它其實有很多的開銷是花在運費 操除管理以及匯率的匯順等等 那所以但是公平貿易的東西 它生產者拿到百分之十了 其實是比一般在那樣的國家生產的東西 他們的工資會高興很多 至少三倍以上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 關於地球術 那是怎麼樣的 在公平貿易上 它在台灣當初 我們是怎麼樣來成立這家店 那2006年開始 在2006年那個時候 在台灣是 不管是在講公平貿易 甚至社會企業 是完全沒有被提及的一個問題 那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學的是經濟 我自己雖然知道公平貿易 可是我對於它的一些 真正在台灣怎麼樣去尋找這一塊 我完全也是沒有任何的想法 那因為你一定要看到 一定有食品的一個商店的成立 公平貿易它才能夠成立 否則大家不斷的討論公平貿易 消費者沒有購買的地方 其實是沒有辦法真正落實公平貿易 它最後的那個目的 那那個時候呢 我自己因為面臨要職業的一個轉換 那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2006年我正好是40歲 那大家以後會知道 大家現在可能都20歲 人就是30歲 40歲 50歲 一定都有很不一樣的想法 那在我那個年紀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想再做一件覺得很 自己不是很喜歡 然後可是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那我也覺得我想勉勵各位同學 至少在那個年紀 你應該要有能力去選擇做一件你想做 可是你不需要 就是說你可以 你有那件事情要做 那你可以先暫時放棄一些 比如說在利益上的部分 那我選擇做公平貿易的時候 其實因為在當初 並沒有任何這家店的成立 所以我是得到非常多的反對 那當初因為我告訴我自己 我想要做一件不一樣的事情 那我為什麼會知道公平貿易呢 也是因為我認識一個日本朋友 那日本公平貿易發展 不用得快很多 那最初我只知道有公平貿易咖啡 那我不曉得公平貿易會有這麼多的東西 然後服飾啊等等 那後來我到日本去看公平貿易實體的店面 我就發現這樣的東西 非常的值得在台灣 讓大家知道公平貿易 是可以有這麼樣多樣化的商品 再加上那時候的手工創作 也並不是 不像現在有那麼多創意市集 我覺得一切就是在2005、2006年開始 什麼就是所謂的樂活的行為 社會企業 倫理消費公平貿易 就一切都在那個時候開始 那在那個時候開始 對我們剛創業的人真的很辛苦 那我到日本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樣的東西 太值得在台灣做 然後一開始我在選擇 永康街的原因是 永康街是台北 我覺得它比較有文化氣息的地方 消費者應該比較能夠接受 那因為那時候有個店面才1.5平 然後它必須在一個禮拜確定要不要做 那我根本不知道 我們能不能做公平貿易開成這個店 我就先跟房東說好我願意做那個 就是店要先租給我對不對 然後我就飛到日本去 那真的就是很巧 就是說日本那邊 在當時也願意在海外市場賣賣看 而且他們對於 竟然有人要支持公平貿易這件事情 覺得非常的驚訝 那原本它有我是什麼 可能綠色消費什麼組織啊 或者像什麼合作社 組織那樣的一個團體 我說不是我是一個個人而已 我只是想要把這個觀念 讓台灣的人知道 那我當時我的想法是 反正就1年半 如果失敗了 至少這一年半 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也許就夠了吧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 那後來店就這樣開成啊 那當初的店是這樣子 就是1.5瓶喔 1.5瓶真的非常的小 我們店永遠是客滿的 因為三個人就客滿 所以很多客人都說 欸你們店永遠都客滿 那其實那還蠻有趣的 越就進不去 那進不去就越想進去 那因為大家很奇怪 就想越用擠的進去就會 越會買 因為我覺得我好不容易擠進來了 我一定要買一樣東西 所以真的小店真的也很有趣 那當時候1.5瓶 其實我自己有衡量過房租 以及我自己付店等等 我覺得是可以自己可以承受的 那我決定投入的時候 可能比如說拿出一些錢 覺得這些錢如果賠掉了 是我可以承受範圍之內 我把最壞的先想好了 但是我是告訴自己 一個店他如果1年半 沒有辦法成功的話 應該也不用再開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給自己試煉的機會 那誰知道剛開店之後的每一天 其實就跟我預期的完全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客人 就非常的支持這樣的一個理念 那有支持的 那其實是喜歡這樣的東西 勝過於支持公平貿易概念 因為這樣的東西 在當時台灣真的是很少見 全部是百分之百手工創作 那後來的話是就真的就是客人 反應都是非常的好 就是後來我發現真的是商品的屬性 是對的 就是說我們把理念放在後面 其實東西的商品 在當時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也許它現在還是很特別 可是在當時手工商品真的很少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要做公平貿易的時候 為什麼所有的朋友都是反對 因為他們告訴我 公益跟利益是永遠沒有辦法兩立的 因為公平貿易是有公益的部分 可是它畢竟不是慈善事業 它是要盈利 那所有的朋友沒有看過 有公益跟利益可以成功的一個例子 我自己也沒有辦法 我也沒有辦法有自信 可是事實證明呢 在當時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認為是對的事情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對公平貿易概念 因為我認識王文華 那王文華他對公平貿易 他自己現在是不是成立落水 那所以他對社會企業 他其實也是很投入 他當時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 你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 我就去做 那我就想 我就回去想那個晚上 我覺得真的是對的 我沒有想 想不出來它是不對的 後來我就發現我就去做 那後來我朋友他們也非常驚訝說 所謂公益跟利益 其實真的是可以 可以同時成立 那也許在這中間 利益也許他沒有辦法 像一般的企業是利益那麼多 可是至少他可以讓我的天氣 繼續的維持 一直到現在 那時候啊 不好意思 那個燈可能要再掛一下下 就是 我們在小店的話 那時候 因為我們的東西都是這樣 一個一個小小 它是都有故事性的 所以每一個商品 我都必須手寫他們故事 那故事就很多種 包括各種不同的故事 有些是自己要上網去查 有些是他們產品會 組織會提供給我們 那比如說像 這個是 非洲的一種樹 叫包包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叫包包樹 那後來我們打工的同學 才告訴我是 小王子裡面的那棵樹 所以我就把那個故事 寫說這棵樹 是小王子裡面的那個樹 哇 就突然間業績就成長很多 因為真的 這個是讓商品行銷的部分 真的是很有趣 那但是 每一個每一個這個卡片 就是在講解 每一個商品的故事 那後來呢 因為一年半過去 我就一定要搬家了 那我當然還是要繼續下去 那我也不願意移開永康街 所以後來我很幸運的在永康 就現在永康街的地球樹 辦到了這個地方 那原來 它裡面就十幾坪 還有一個庭院 那其實這個房租非常的高 但是是 因為這個房租 剛好是我認識 然後他 竟然讓原來的房客離開 然後把他讓給我 就是用比較低的房租 他因為他知道我在做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也許你做一件事情是 你覺得對的 而且你是很積極要做下去 其實很多人都會幫你 我一直到現在是這樣相信 那很多客人就覺得 怎麼那麼好賺啊 那個 那個從1.5坪 頒到這個房租 可能要十幾萬的地方 我覺得很難解釋 你知道嗎 但是我真的不覺得 做公平貿易 或者做一些 現在很多人投入 從開發中國家做的東西 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很窮 算下 我不覺得 我覺得 只不過是生產者 剛好是他們在比較平窮落後的地方 可是他們一樣可以做 小oney 這是… 感谢观看